看下一個範例 當然後面的範例相對起來會越來越複雜 比如說我們後面會有一題就是說 我希望把台銀外匯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抓到我們的python裡面把它print出來 裡面當然包含幾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標題可能自己再去加也可以 我們主要是要這個 這個必別 然後現金有兩個一個是買入跟賣出 一個是齊齊買入跟賣出 OK 那這個資料的話總共就是五個欄位 也許將來是資料你也可以把它塞到資料庫裡 每一段時間就是去撈 然後去把它再塞 然後也許變成歷史資料 或者是你在多一個欄位 哪個時間有沒有 多一個時間日期時間的訊息的欄位 那就可以做一個比較 拿個先畫個圖 知道說那個比如說歷史的變化差異等等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些資料從網路上撈下來 OK 那裡面當然有幾個可能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實這裡面的話 其實這裡面的話 就把它這個是最後的那個撈的結果 把它clean的出來 然後它這個時候呢就是往路上爬 爬出來 總共有五個欄位 然後呢先把前面的必別先撈下來 然後再把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即期買入 即期賣出 OK 所以總共會五個欄位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那當然第一個我講過了 第一個一定要request把這個網頁所有的東西都抓下來 第二個丟給 那個billowseur幫我解析 那可是解析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的東西的特徵在哪裡 特徵 所以一般習慣是吧 要不就是把那個原始碼丟到那個什麼呢 記事本加加分析 我剛剛講過類似這樣的 要不呢就是你直接用什麼 選取這個我要的 把這個匹別這個區塊選起來 或優标放在按右鍵 一樣做檢視元素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區塊 實際上包含哪些重點 你會發現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我要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要的東西是在這個 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 有沒有這個區塊裡面 這個區塊裡面當然我要找兩個 一個是他的 HTML的標籤叫什麼 標籤叫什麼 DIV有沒有 所以特別主要 第一個我要找DIV 第二個找class class叫什麼 class叫這個 Hidden 這個什麼 Fone的print show 這個名字好怪 什麼 這個 Fone 反正就是這個名稱 不管 反正你就要做什麼 複製貼過去就OK 那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裡面 而且要find all OK 理論上應該就是這個區塊 所以你就把這個DIV 然後跟這個名稱抓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網頁裡面還有要抓什麼 抓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優标停在這裡 其實我發現這個按右鍵檢視源 這一塊 OK 然後你會發現它名稱叫什麼 叫 TD 特別主要 它的標籤名稱就不是DIV 這個叫DIV 這個的話叫TD 特別主要 那TD是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們看 TD就是儲存格 那TR就是一列 那TABLE的話當然顧名思義嘛 就是 所謂的表格嘛 OK 所以特別說 這個就是TD 就是這個儲存格 那 所以我們標籤名稱就TD 那CLASS就是這個 叫什麼 RENT Content 特別有CATCH CATCH就現金 還有這個 TES 還有什麼 DE-Write 還有一個什麼 print hidden 這個名稱不管 要不要取這個 再來這個 所以我習慣講 把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開一個這個 記事本加貼過來 這個 這個名稱是 現金的所謂的什麼 現金的買入 那這個呢 這個在儲標放上去 檢視一下 就這裡 這個名稱叫什麼 貼上 你有沒有發現 一模一樣 所以呢 他基本上什麼 抓的時候是什麼 抓這個 跟這個 這兩個 都同名 那這個的話呢 就先抓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關係是 一個對兩個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名稱 按右 檢視原始嘛 這個名稱叫什麼 CATCHC一下 名稱已經不一樣了 我有時候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底下 這個跟上面一樣 不一樣 他叫什麼 好像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名稱 那 也就是說現金跟 集齊 集齊 那理論上應該下一個 這個名稱應該是一樣 這個名稱 所以這個 把它 檢視原始嘛 所以你把這個名稱 一樣把它 那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的名稱 應該會跟 上面那個名 一樣 所以 等於是現金兩個 是同名 集齊 兩個又同名 所以他怎麼做呢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程式的撰寫 就是 第一個 給他什麼 這個網 那個 就是我們的網頁 那個台銀的外匯 那因為他Youtube 特別是他網頁是Youtube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給他一個什麼 把這個ViewForce Super 也要建一個 這個物件 那特別是 這邊的話 我就有什麼 用這個物件去Find All Find All 這個是 特別注意 DIV指的是名稱有沒有 然後面的話 就是那個 他的 把它的Class貼過來 所以這個地方 找到的 就會是所有的名稱 那可是問題 現金跟 集齊 那一樣 我把TD有沒有 然後把那個 這個是現金 這個是集齊 可是特別注意 關鍵來了 其實 最後print了 我先不要print了 如果說 把這個最後的東西 把它輸出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Data Name的話 好像我記得是19個 這個的話 就會是38個 就是它兩倍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將來希望輸出的時候 五個五欄 那怎麼樣輸出會是剛剛好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何先把那個第一階段先抓下來 第二階段再輸出 輸出的結果特別注意喔 我希望把上面這個名稱還有兩個 這個現金跟買入 最後輸出的話就是一個對兩個的關係 一個對兩個的關係 可以把它列出去 最後當然我是希望 這個如果說未來我希望再把它存成CSV的檔案 那該怎麼做啊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特別之外 你可以按右鍵 檢視那個元素 或者是Google瀏覽器 其實用的方法也大致上得一同 OK 試一下